歡迎回來上官新在地的婚姻新聞 北港平保工藝術就習回憶 平保工藝提供台灣風景和信用文化 作品竟然是受到國際困難 就習回憶馬東亞學院 在北港文化中心辦理修新電電 用30件的作品來提供平保工藝 當中除了電視這個提供很多種的作品 升降鐵位 也有以北港地跑為主的精彩作品 登記的一直到11月24號 歡迎民眾再會來欣賞 你也不能隨意貼 可是你要貼出一個形式 依幽露手機來展現 台灣傳統文化的國保工藝術 主持費 在前依升降鐵位在國際困難 主持費也在經濟完成北港雷跑的作品 來展現北港亞馬做的精彩 主持費也在插入大娘學院 來到北港文化中心展出30件的精彩作品 用幽露的國保工藝 來讓民眾看到台灣美麗的傳統文化 美國那邊的評審他們也很認可 我們的在地文化 在地的藝術 所以他給我們很高的評價 給我們的工藝獎跟原創獎 還有第二名的獎項 然後這次的展覽我們也有很多的學員啊 因為我們是一個私生展 所以我們的高手也都在裡面 因為我們把我們的生活化 把我們的生活帶入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我們有創新創業還有創意 這三樣的理念然後結合在一起 所以你們走到各府的作品 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升降鐵位是就收費用到四個月的時間來製造 他也說除了在創作的期間 要找出每一堆部的特性來製造 這才能展現到台灣傳統文化的美麗 他也非常感謝各地的困難 也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傳統文化 這幅關將手我是做了四個月的工程 然後四個月它比較困難度是 因為我們要選擇它的布料材質 還有它的形狀去拼接出來 因為不同的材質其實它也有不平衡的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去找出它的平衡點 那我們的設計更呈現是有層次感的 不像是用水彩可以調自己想要的顏色 本書電欄也電出角部學員的精彩作品 每一百作品都是學員一尖一山用心製作 也利用豐富寫菜的角部關係來講出自己的故事 我們的會員們他們一針一線 在就位老師的指導之下 可以讓我們覺得近看 可以看到工藝精湛之美 遠看可以欣賞到意境之美 這個是非常不簡單的 如果說要用水筆要用油畫都很困難 這樣一針一線 點點滴滴可以把它做的這麼的活靈活現 然後得到我們國外 這樣子的一個認可 這真的是用藝術文化把我們 台灣之美給呈現出來 這邊等我們到11月24號 歡迎鄉親 我們先回來到北岸文化中心 興奮各種困難的精彩作品 也來感受各部工藝之美 一記者等下心在本報道 拜拜